大家好,歡迎來到尋愛的黑暗料理 今天要介紹的是減脂配餐 健肥是一生的課題 要怎麼樣吃,能夠不愛餓 每天吃得很飽,吃得好,吃得營養 那該如何烹調呢? 尋愛將在20分鐘的影片裡面 告訴你小秘訣喔 30秒的重點提要後 整片即將開始 不要走開喔 我在蘇州平常的生活 大概就是每隔三天呢 在手機上用5分鐘的時間 完成買菜這件事情 因為點選好之後 就會有專人提貨上門 省去很多車程啊 每個貨架來回等候結帳的時間 簡直是宅寶寶們的福音啊 而且他們設計的購物頁面 也非常的簡單易懂 你就可以非常火速的找到 你想要買的商品 然後快速結帳之後 就可以塞爆我的冰箱了 首先取出昨天 事先放到冷藏退冰的 雞里雞與巴砂魚柳 我決定把它們同框醃漬 那準備醃漬的材料呢 當然有我的萬用醬 自製醬油膏 白胡椒 白胡椒 麵粉 辣椒 擦乾淨一個鐵湯匙 然後挖一匙醬油膏 沒有這個醬油膏的 就用現成的醬油膏 我很喜歡這種 脆脆沙沙的聲音 撒一點白胡椒 然後麵粉 然後這麵粉啊 其實它就是澱粉 所以 我就放的量很少 就自己 自己斟酌那個量 因為是減脂配餐 對 我的量就是都抓得很少 然後辣椒就是看自己的喜好 口味而定 主要就是讓所有的肉類 均勻的抹上就好了 如果覺得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 讓肉肉吃起來香嫩可口的小秘訣 就是加一顆生雞蛋進去喔 然後攪拌的時候 發現太乾 可以加一些涼白開 或是生銀水 礦泉水 或者是小米酒 料酒 或者是再多加幾顆雞蛋 那因為天氣太熱了 盡量我們在醃漬的時候呢 醃漬好 我們就放入冰箱冷藏 記得蓋上蓋子 我們冷藏10分鐘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們超厲害的主食 就是我們食物穀米 以及藝人芡食紅豆 這食物穀米啊 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有細項列出來 像這一桶 我有加一半的小米 然後記得米要放在冰箱保存喔 接下來這個是炒熟的小藝人紅豆芡食 減脂配餐的主食呢 我們是不用精緻的白米飯的 用的是超米 還有豐富的 古類豆類 還有我們的高鮮的黑麥片 豆類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話 可以前一個晚上 泡水放在冰箱 這些是我嘗試過 加在一起煮起來 是最好吃的 口感最豐富 有軟有糯有綿有桑 就是吃起來 真的蠻好吃的可以試試看 然後加1比1的水 然後接著是壓力鍋 我都把它當電鍋再用 就直接在內鍋放水之後 再放上我們剛剛的配比的飯量 然後就開始煮啦 拜託你啦壓力鍋 而且用壓力鍋煮的話 不太需要有什麼技巧 就是基本上一定都會熟 因為是大概兩三天的配餐 所以我覺得這個葷菜一定不夠 所以就從冰箱撈出了一些剩料 有紅洋蔥 把它剪碎 我打算來做一個石井炸物 天婦羅 其實做天婦羅就是雞蛋跟麵粉 但是因為是剪脂餐 所以我的麵粉就是加的比較少 我剛剛說過了 然後把肉啊剪小快一點 這樣可以更入味 接著把洗好澡的香菇也是 採剪成適口的大小 然後繼續追加自製的醬油膏 然後再加一匙 應該算是一大球啦 所以大概整共就是差不多兩三球的料 好我就用杏鮑菇把湯匙清乾淨 再用衛生紙把它擦一擦 好 接著再追加辣椒 因為它是有點鹹味的剁椒 所以我也沒有再加鹽 因為又有醬油膏 然後還有再追加一下白胡椒 接著 薑黃粉 它是促進新陳代謝的 所以我覺得 想要減肥的人 在食物方面都可以加上它 然後薑黃粉 跟黑胡椒是一個好搭檔 所以 加薑黃粉的時候 就一定要加黑胡椒 那我用的是料酒 因為這邊他們沒有米酒 所以我就用的是料酒 但因為我是對酒精過敏 所以我就放了很少 那就看你的個人口味去增減那個量 接著請出我們的秘密武器 登登!就是蘋果 蘋果在加熱後 多酸類天然抗氧化物的含量會大幅增加 多酸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 那麼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熟蘋果中富含果膠 經過加熱後果膠會變得更加穩定 果膠吸附腸內的水分 刺激腸內益生菌生長 有潤腸通便的功效 而第三個好處就是熟蘋果所含的點 是香蕉的8倍 橘子的16倍 因此熟蘋果也是防治大脖子病的 最佳水果之一喔 第四個優點 熟蘋果可以消除內熱 嘴唇、深窗、牙齦發炎、舌破喉嚨痛等現象時 可以蒸蘋果來吃 像我自己是直接整顆臉皮蒸 關於蒸蘋果呢 有很多美味的食譜 之後會專門做一起視頻來跟大家講解 接著第五點好處就是 吃熟蘋果可以減弱腸道的刺激 對於消化功能相對較弱的老人 或者是吃生水果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來說 吃熟蘋果是不錯的選擇喔 再講解完熟蘋果的功效 我的蘋果也切好了 開始拌勻的動作 把全部的食材攪拌在一起 因為醬油膏跟蘋果都有甜味 就不再另外放糖了 那麼拌好之後呢 也是蓋上蓋子 放入冰箱冷藏 大約10分鐘 拜託了冰箱 緊接著我們用很暖的時間 把飯煮好了 壓力鍋就是快 我們打開壓力鍋的鍋蓋 看到的是粉偶色的飯 這種粉色調的層次 簡直就是少女飯飯飯飯飯飯 接著讓我用很做做的吐吐飯勺 來進行我們的香Q米飯小秘訣 這秘訣就是鬆飯啦 讓米飯有空間伸展 揮散多餘的水分 可以避免溫度降低後 蒸氣低下回盡飯裡 這樣的米飯更乾鬆Q軟 超好吃 那麼鬆完飯之後 就把它夾回鍋內繼續保溫 緊接著我們整理一下桌面 準備進行下一個步驟炒菜 炒菜先決就是要洗好菜 如何正確的洗好菜 請看右上方的連結 洗好的菜在鍋內直接剪切 進行我們的冷油冷鍋水炒菜 倒入一小杯的水 然後是我自製的蒜油 之後有機會再拍視頻跟大家分享 倒入裡面的油跟蒜末 還有辣椒 再來就是我自製的醬油高冰沙 這也是之後會再拍視頻做的分享 那麼本段的知識點就是直接在鍋裡剪菜 冷油冷鍋少油煙 很多人都會覺得減肥我們就不要吃油 但其實適當的油是不會讓我們發胖的 在炒菜的時候加入兩匙的油 幫助我們更好的吸收蔬菜的營養 有研究指出燙青菜有50%的養分都流失在水中 所以我們選擇水炒菜來得更營養 那我們在炒菜的時候呢 不加上蓋讓蒸氣帶走農藥 在起鍋前拌入鹽是減少鈉含量的攝取 等菜冒泡之前我們都不需要去翻動它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裝我們的飯了 開始我們的分裝減脂配餐 都是一個小拳頭的量 在裝的時候可以盡量把飯裝扎實一點 壓好壓滿 有看到現在開始滾了 這個時候差不多就可以關火了 這樣我們的地瓜葉跟菠菜就煮好啦 好的在我們煮好菜的同時 我們四份的配餐的主食也裝好了 其實在裝的時候其實可以壓好壓滿 壓得扎實一點 那只要在微波之前擠得多搓幾個洞 或者是翻動一下 這樣子受熱就可以很均勻囉 OK試吃結束之後呢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桌面 進行我們的裝菜 那裝菜呢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把水瀝乾 盡量的瀝乾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的去除農藥 不會把農藥帶入我們的便當裡面 試吃之後才發現 忘記加鹽呢 起鍋之前要記得加鹽喔朋友們 然後鍋裡的水要記得倒掉 接著我們請出黑暗料理醃漬物 我們今天用牲口的碗鍋 登登 薰愛黑暗料理無敵醃漬物來囉 我們用的是萬用洗箔紙 折成小盤子 這小盤子要幹嘛呢 就是要裝我們的天婦羅的裹粉 那我們今天的裹粉是用麵包糠 我們要進行一個無油炸天婦羅 現在是我們愉快的裹粉時間 好像在玩沙一樣好療癒喔 然而包裹住麵包糠之後 你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呢 人生就像一盒石井天婦羅 你永遠不知道你吃到的會是什麼 OK 在裹粉玩幾個之後 已經玩膩了 覺得裹粉好無聊喔 我覺得應該要發明更聰明的方式來裹粉的 觀眾朋友們你們有更快速更輕鬆的裹粉方式嗎 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先往的時候 我去看這裡 把蘋果的蓋放回去 我先開來 把蘋果的蓋子 我先把蘋果都放進去 所以我先蠻米裡 我先把蘋果都放進去 我先把蘋果的錶酒 我先把蘋果都放進去 就算了吧 我們會選到的小盤子 這樣子第一批我們的果粉就完成了 要送進我們的氣炸鍋 200度15分鐘 拜託啦氣炸鍋 現在就進行我們的收拾 準備進行下一個步驟 哇 還有好多耶 因為都吸乾了 所以加一點水或是酒 再放回冷藏 如果三天不吃完一定要冷凍喔 接著是另外一道菜 白蘿蔔 我們要用刀子在它身上畫個兩圈 大約一公分的深度 如果蘿蔔很長 就多畫幾圈 接著用刨刀直接刨到鍋內 記得在事前先用清水刷洗我們的白蘿蔔喔 因為我們是要連皮吃的 這一道菜就是粗鮮食潤肺陽味 冷油冷鍋水草白蘿蔔 然後現在背景音樂聽到嗡嗡嗡的是 氣炸鍋的聲音 總之你就是吃多少跑多少 就是新鮮的 然後呢再記得把它用保鮮膜包回去 然後再放到冷藏 接著氣炸鍋就煮好啦 首先來試吃一下 有沒有聽到那酥脆的聲音 哇發現有比較厚的雞肉沒有什麼 再進去五分鐘囉 拜託了氣炸鍋 好的我們把現場交換給白蘿蔔 我們先在鍋內加一碗的水 然後是油 因為我希望這道菜是以清淡為主 所以我們擠下了一匙 接下來是鹽先把它放旁邊 因為怕忘記 然後開大火 接著拿出我們的自製薑蔥醬 這也會在之後的視頻給大家做介紹 那因為我們蘿蔔啊是生熟皆可食用 生的蘿蔔會偏涼 偏寒 那煮熟的話會比較溫 但是為了保險一點 所以就是加薑可以中和它的寒性 然後你可以放一些你喜歡的調料 擦波煮滾就可以關火了 你可以稍微試吃一下它的口感 我喜歡它比較脆一點點 可以稍微加蓋門煮 而這道鹽脂配菜呢 是有助於花油清腸 兩次的滾煮大約加起來不到兩分鐘 接著就是可以開始我們的裝盤了 也是要瀝乾水分 不過這次就不是農藥的顧慮 而是為了方便存放 因為我們的湯底下有用途 因為剛剛放了一些胡椒粉 所以我開了抽油煙機 背景音樂有點吵 就這樣子四盒就裝好了 接著就開始裝我們的石井天婦羅 真的不知道哪個是哪一個欸 會不會有一天吃到整盒的蘋果 人生短短幾個秋 哇太好吃了 就是鮮嫩的炸雞耶 Oh my god 我怎麼這麼會煮 哇 梨洋蔥都超好吃的 蘋果也是出奇的好吃 這個是 雞肉 杏鮑菇的話就普通 可能有點醃得不夠入味 可能明天就ok了吧 但是它搭著蘋果超好吃的 我決定再取出我的百寶箱 因為已經被我吃 怒吃一波之後已經快沒了 這次呢就是嘗試沒有裹粉的 減脂氣炸百搭配菜 蘋果咕咕雞 不知道這個吃起來味道怎麼樣 拜託了氣炸鍋 我們用200度烘烤15分鐘 因為裡面有加生雞蛋 所以請單次用完喔 或者是分裝單次的量 冰冷凍 三到七天內一定要用完 ok 拜託了冰箱 去吧 其他放涼之後呢 蓋上上蓋 也放到冷藏 哇 那個雞肉真的很juicy欸 超好吃的 我已經失控了 ok 這是剛剛的蘿蔔湯 煮滾後 又把白寶箱拿出來投放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裡面我夾到的是什麼 就瞎放 把它放入滾水 滾燙的 蘿蔔湯 再放入我們的公仔麵 這就是 蘋果咕咕雞 蘿蔔湯公仔麵 味道真的是很清甜欸 那個湯頭非常清甜 然後在起鍋前呢 就加一點點鹽就好了 水煮雞肉也蠻好吃的 真的是勝過泡麵很多 蘿蔔也好吃 更入味了 香菇也很有彈性 來囉 試吃氣炸蘋果咕咕雞 也不錯吃 這一次就是正式的裝盤了 真的停不下來 真的蠻好吃的 雖然很燙 而且沒想到不裹粉 其實也蠻好吃的 這樣就省事啦 之後就不用裹粉了 放涼 OK 裝好放涼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蓋上蓋子 送入冰箱冷藏囉 耶 做好了 大家還喜歡這篇嗎 喜歡請留言告訴我喔 感謝看到這邊的你 謝謝各位收看